當時無論是胡耀邦也好 還是趙紫陽也好 都已經當到民意上的一把手了 中共的黨魁了 民意上至少是 但是仍然 也就是說所謂改革的力量 在那時候是最強大的 但是仍然沒有能夠成功 問題就在於 他們的改革和鄧小平的改革 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那趙紫陽的特點呢 就是一個是六四的時候拒絕鎮壓 所以他就和六四的鎮壓 連起來了 胡耀邦沒有 第二個是他下野以後 有很多反思 這些反思要好得多 但是要注意 這個跟他是作為 中共黨內的開明人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因為一旦下野以後 他就有很多機會 為什麼炎黃成秋 會有很多反思 這些人在朝的時候 是不能反思的 因為他是共產黨的一部分 而他下野以後 他多多少少和這個體制 就脫離了 所以才能反思 所以這一點 趙紫陽是不一樣的 那麼對於這一點來說的話 現在就是說不管是活著的還是死了的 就是說這個反對派 嚴格地說 就是在中國的政治反對派當中 沒有特別的形象可以被用 這是一個 就是對於中共來說 這種極權統治的結果 這幾十年極權統治的結果 那趙紫陽呢 他怕的其實是把趙紫陽作為一個 反對憲政權的一個旗幟來用 嗯 嗯